记者前立中台北报道,47岁柯姓男子昨天下午9后骑机车行进台北市贵阳街,企图进入总统府遭拒,竟起得以十块及狼头攻击二名宪兵,柯南施暴被逮后,声称他是元帅国国王,进入总统府的动机是灵光一闪,还在手机内写下要让林志玲及张军宁当王妃等狂语, 柯南经被移送台北的检署时,还一度对住媒体镜头笔压,训后被依防害公务,伤害等罪预令5万元交保,但他哭穷,检方降为2万元交保 检警调查,柯南是建筑工地工人,无精神障碍手册,自称曾到医院治疗精神疾病 昨天下午6点多,他在新北市卢州住家附近喝了一罐啤酒,在骑机车行进北市桂阳街,询问总统府2号门站岗宪兵,能不能进总统府 被拒后竟捡起地上的石头,朝23岁陈姓女宪兵胸口丢置,22岁罗姓宪兵见状赶来制止,也遭柯南以遇藏的狼头攻击左上臂,被柯南攻击的陈女,因有穿访但依无大碍,罗南则是左上臂红肿 宪兵指挥部表示,将持续要求所属加强卫绕兵反制应变作为其技能